大家好,我是宋明翰 相信叶宜君评书馆的忠实粉丝们 一定有看过前几个礼拜 由我大师兄段燕熙表演的节目叫做黄大嫂 你没看? 没关系,我也没看 今天我要表演的节目叫做黑大嫂 这黑大嫂跟黄大嫂可是有关系的 根据我的研究 这黑大嫂还应该是黄大嫂的姐姐的邻居的同学的朋友的闺蜜 信不信有你 那今天这个黑大嫂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说了一位大嫂长得黑 她生了个孩子在边眉 有人问什么叫做烟煤呀 这烟煤就是一种煤炭 它烧出来的烟那是又黑又浓 所以我们管它叫做烟煤 说了一位大嫂长得黑 她生了个孩子在烟煤 说这一天黑大嫂抱着孩子去玩耍 没留神啊 那孩子爬呀爬呀就进了煤堆 这一下可坏了事了 分不清哪个是孩子哪个是煤了 旁边有个老头出了个好主意 他举这个拐棍把手翻 哎 你拿我这张拐棍捅吗 那碗的是孩子 硬的就是煤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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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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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哦